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今晚我們又繼續討論一下 我們上一個星期我們所開始講的 關於外星文明的存在 我們的嘉賓也是Raymond和Moon Fong 我們上一次其實就在探討 到底外星文明是否存在 主要我們的資料都看到 就是Moon的自己親身的經歷 在Hawaii十四個月裡 他認識一位植物學博士 這位植物學博士在這方面一直很熱心追尋 亦都接觸很多當地的人 和外星人是有不同程度上的接觸 但是我們始終說 只是單方面看人的報道 或者他在一個催眠狀態之後 講回他的前意識的經歷 可能都未足夠可以證實 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在電影方面 很多輯的電影都是講和外星人有關的 好了 我們再講回 除了我們說 有些人自己的經歷 經驗是告訴你 他可能和外星文明是接觸過的 除了這個資料之外 我有沒有其他方面的資料 可以證實外星人的存在 在近代最多證據的一個個案 由1975年開始 就已經和最主要是七子每星的外星人接觸的個案事主 他就是一個單被小學都未讀完的很窮的瑞士農夫 他叫Billy Meyer 我想你們都聽過他很多次了 他是上了飛碟百多次 如果我沒有記錯 拍到的飛碟片段都有整個小時 而拍到飛碟的相片 至少有千多張 他也是拿過飛碟全身 他做的時候有七個過程 那七個金屬的板 Metal sample 也是當年被全球最上級的金屬專家 科學家去分析過 他們那個報告回來都說 裡面那個金屬的特性類似 我不肯定 好像是交通到跟一些 Crystal的屬性類似差不多 地球呢 還有裡面有一些元素 地球很少 它反而在那個金屬片上很多 除了這個還有就是飛碟的 sound track 他們錄到飛碟的聲音 亦都是被荷里活一些 和一些很出名的engineer去分析過 就說如果這個聲音 要再翻造出來 其實要整個荷里活去混音 都未必有這個本事做得出來 一個這麼窮單手 沒什麼錢的農夫 日夜被人監察 而他真的做到這麼多的證據 而什麼證人呢 不單止他的 是整個村 整個鎮裡面很多人都是證人 現時呢 只是這個最轟動的個案 就已經有這麼多證據了 是啊 我當時是拿去IBM 當時最先進 也是最貴的電子儀器 是看回那個金屬的營 但是很可惜就是 其實在那個實驗室做完報告之後 那個金屬的船身 其中一塊是離其失蹤的 我覺得當時如果是可以留在這裏 即是可以支援他的經歷 我想我們對UFO的看法 其實可以走了幾十年 但是呢 你做完那些物證 是一定不會留得低的 如果你是跟外星人有接觸 之後你手上是拿著外星人 給你的一些無可置疑的外星人的證據 你一定不會在你手中的 他們會千方百計拿走他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也覺得應該是一些組織性 是拿了這些 是的 但是當年一個這麼有地位的科學家 所做的一個研究報告 那個報告就永遠在 你可以看到 嗯嗯嗯 那除了這個呢 這個有一個一種證據 那還有其他方面呢 我們都可以說 就是外星文明的存在 嗯 還有一樣 就是有很多事主是寫一些 他們叫contact notes 即接觸紀錄 是的 那裡面會說一些很預見 很預兆的東西 地球將會發生什麼 有些是很科學的 就是我們有這個 大氣層那個Ozone 這個洞洞洞了之前 十幾二十年前 Billy Meyer 就已經寫了很多信 給全球很有地位的 很多的機構 就叫他們 留意這個東西 是沒有人理會的 那這就是其中一樣 那就是很多其他 就是為什麼讀這麼少書的人 不會懂得這麼多 好像讀了很多書的 科學論文 那麼水準的東西 去提寫不同的 全世界的機構呢 那麼 那除了這個呢 嗯 有很多其他的接觸個案 那他們提到的 在來自哪個星的呢 那麼就數一下它 有 那真的好像上次文學 那些星星 這樣數一些星出來 你會覺得 哎呀 七子貝星呀 就是牛郎色女星 是 天狼星喔 那還有這個 雙子星 咦不是那個島船 雙子星 沒有一個號碟 另一個呢 就是大角星 這些名字呢 以熟能場 除了大角星 聽得少一些之外 那這些星呢 全部都是由個案的外星人 來都說 他們自稱是由這些星系來 但有時候呢 不要誤會 不是整個星系 都是滿了他們的人 例如七姐妹星 他說雖然有七個星 那他們只在七個星裡面 不知道其中一定兩個 那個星系裡面 其中一定兩個星那裡住 嗯 那他們 那套戲 Contact 我們剛才休息的時候 不是說起的 是的 都說是 去回職女星 Vegas 是的 Judy Foster 是的 Judy Foster 在那個訊息 是在職女星來的 是的 Vegas 其實很多訊息都說呢 我們這個品種的人呢 其實是誕生於這個職女星系的 嗯嗯嗯嗯 就是 就是 剛才上一集我們說過 我們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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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一群人 他們通靈的話 我們都是跟天狼星有關 那我那次聽完之後 我就經常心想 我就嘗試想像自己是天狼星人 嗯嗯 那天狼星的人是怎樣的呢 有些書形 畫出去穿 很簡單的袍 就是 他們因為用 100%左右 很大部分的腦能量 所以他們是懂得 Teleport的 很多人都 Teleport就是 直轉訊 就可以去到別的地方 如果他拍一聲 出現在你面前 又穿着袍 飄著飄著飄著 你覺得他是什麼 不會 很簡單 哎呀白色的 發光的 天使人 天使人 大部分很多的宗教 神話故事 就是這樣來的 嗯嗯 另外 一些 都是外星的信息 接觸案 或者綁架案 甚至是意識溝通通靈 裡面的信息都說 有一些不好的意識 的外星人 或者族 就在雙子星上來的 Orion 嗯 哦 看電影 有隻貓 掛著那個 所以 你看電影 好外星人 應該通常都 Orion Orion 其實他們說 所謂不好 很多時候 其實是一個 mind control 來的 他從那裡那麼遠 都可以發射能量 簡單說 不要捉我自身 發射能量過來 是令到你們 會探索到一些不好的念頭 所以 經常都說要修身 修性 修到你自己清靜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被這些 不好的波頻 勾了你去 很科學地說 嗯 當然 其實說到 有好的能量 有好的Energy 有不好的波頻 但是在外面的宇宙 他們說 你們不用擔心 外面雖然有好有不好 有零到一百分 中間有九個九個Gray 嗯 是啊 我們三十幾二十幾分 都很厲害的了 哈哈 比到那麼高分 那 我就認為 譬如我 我又不是真的那麼害怕 因為我有個理念 就是覺得 一些好的外星人 是比較進步 一些進化一些 未必可能是科技上進步 但可能是一個整體上的進步 因為如果他們 不是那個 那個心靈可以是 比較進化 我想他們 會遲早是 會經過幾千年 或幾萬年 他們都會自毀 所以我是偏向相信 一些進步一些 或者進化一些 是比較好的 Cutton 你真是看得書多 理論上 我也覺得你應該是講的 但是 我也都有個 小小的 原文 其實就是 回頭去看 假設我自己是 剛才說 婆羅來 那些 很原始 很原始 未開發的土人 那樣 他去看回 我們 即是 相對來說 我們開發了 這些現代人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先進 非常之 起碼是 幾千年 和百 的現代人 如果那些土人 是否應該認為 我們的現代人 是非常之進化 非常之善良 非常之 high level spiritual 或 technologically 我看回 我們原來 都不是 即是 我們 雖然是 先進過 這些土人 幾千年的文化 幾千年的科技 但是 我們 都一樣 很多人 是 各與各之間的 勾心鬥角 大家 發展 大殺傷力武器 大家 在鬥快 摧毀地球的 資源 環境 所以 我也是 有一點 保留 就算是 外星人 給我們 advance 幾千年 幾萬年 幾千萬年 都好 我自己都不是 那麼肯定 他們一定 會是 有我們想像中 那麼 完美 認同 那麼良好的意願 我覺得有時候 會是我們自己 一廂情願的想法 譬如我們說回現實 我們其實 一般的市民 其實都可能是 很和平的 但偏偏可能 就是掌權 或者當 當政的人 反而因為 他是一個權位 他就變了慢慢 培養了他的野心 可能他原來是一個 很平民的 但是他上到那個位 可能都會變 絕對 所以我也覺得 在外星人裡面 可能 都有些壞的 但是 會不會其實壞的 裡面 他們的星球 其實都是和平的 不過也都好像我們的地球 那樣 就是當權 當政人 其實偏偏就是最有野心的那些 是 沒錯 我也非常贊成你 這方面的看法 我們在前一陣子 我們都介紹過一本 一系列的書 《阿米星星的小孩》 其實在那裡的訊息 給我的感覺 如果我們經常說 外星人有中間 好像太空 《星星的小孩》 那些說法 我覺得 如果那本書的意識 外星人 如果是奸 已經消滅了自己 如果我們的地球人 因為有些核武器 這麼簡單 跟他們相比 核武器的科技 跟他們差了天同地 都有這麼有可能 自己消滅自己 自己毀滅自己的話 外星人這樣的科技 如果他們是居心不良的 就好像我們地球人 看的那些 《星星的小孩》 那些角色 那些意識形態 我想外星的文明腦 都已經自己毀滅了 所以我傾向認為 外星的科技 之所以能夠存在 他們的靈性層面 已經是一個很純 很純真的情況 它才能夠繼續存在 否則他們這樣的科技 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歪念 其實老到自己毀滅了 所以當我聽到 一些人分析 外星的文明 有不同的形態 好像看《Man in Black》 那樣 我這個是可能 地球人的故事的形式 是將我們的文化套進去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科技 去到這樣的階段的時候 就是不可能有任何的 就是沒有什麼需要 他們已經可以控制我們那個能源 可能免法能源已經全都掌握了 他們是不需要我們人類的所謂的歪念 師心 我們的勾心鬥角 大家企圖自己 謀取一個生存的空間 因為當這個 宇宙的能量已經這麼完美 這麼豐富的時候 我們地球人的所謂行為 有些人說這是一個環境導致地球人的行為 不是人性 是這樣的 我覺得 我傾向認為 如果外星的文明真的存在 它一定是一個很純的 好像很多宗教所說的 一個很純粹的 充滿愛的文明 是不可能有所謂的外星人存在 就是容許我去問一下外星人 說他們這個問題怎麼回答 一定 不是我的答案 一定有些中和奸 你說哪些是中 哪些是奸 讓我們分一下也好 這些是奸 這個外星人答案 不是我的答案 他們說其實 宇宙裏面 不可以有好還是不好 就是異言論去看 但是有不同的Evolvement 就是進化到什麼程度 但是整體來說 進化得低的那些 他們還有很多私心 就是我來說 但是整體來說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 一定要平衡 你才會慢慢去到更加高的位 你的精神文明越高 你的物質文明才會越高 或者科技文明 所以在宇宙裏面 做那個大警察 那個宇宙警察 他一定是精神文明很高 要不然他開不了那麼高的科技文明 他一定會到差不多一刻 就自慰 就像剛才完醫生這樣說 是的 我們也是在自慰 自己看到自己 這樣 這個 就是那個 總括來說 簡單一句說 好的是厲害 過不好的 我認同 我覺得 可能我們角度看不好的 就是剛剛 布朗恩坑正在進化 但又需要一些利益 他拿 他對地球來說 他需要什麼利益呢 如果他能夠 所謂 他能夠提供自己 就是很明顯 他已經能夠控制 物質和能量 可以轉化 你才可以這樣變得去 所以你說要他來到地球 拿我們的金礦 好像以前 西班牙 普通牙 去南美洲 去剝取他們的資源 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他們已經是另外一個境界 他已經控制了所有能源 我們不需要說 我們有什麼擴產 有什麼水源 能源 再由地球來拿 所以我看回米星星的小孩 他們來地球的目的 在某程度上 都看著我們 你說我們的地球 如果我們的核武器 或者氫武器 是否真的會爆發 影響他們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說 搞定地球都爆發了之後 他們的星球 會不會影響 我相信他們的星球 不是我們所見到的幾大行星 那麽短距離 可能是遠遠遠遠遠 過這裏 所以變成另一個境界 在那本書所說的 那套意識 他真的來到善意 來看著人類 但他又說 他又不可以插手 他又不可以干擾我們的將來 始終我們人類的最後 所謂的命運 都是要我們自己操縱 所以那本書是挺好的 很多接觸案其實都很一致 訊息都是跟阿滿說的一樣 就是我們科技是跟明星一起去的 如果有一邊是失行了 其實都是不好的 那本書是用這個字 Solidality 他用這個字 如果我們那方面是不得平衡進展 我們很容易自己毀滅自己 我覺得實有聽眾想聽一下 不好的外星人 他們的所謂倒極機 或者通常有哪幾種 會不會可以說到少許出來 我主要看法 或者就回頭 我始終就是 有時覺得 有時覺得 有很多東西 我們所謂的self-fulfilling 我們希望是這樣 或者自己的意願 希望是這樣 反映出來 我當然希望世界是越來越美好的 家的經濟是越來越好的 不會有衰退 不會有成的 但是看回歷史 我自己是沒有這麼樂觀的 我自己覺得 人類有經濟 幾多年有人類的歷史就有經濟 但始終是有經濟蓬佩 有經濟衰退 家的什麼時候都好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的進步 或者科技 始終是有人失業 始終是有人會學死 始終是有人會自殺 為什麼呢 我想最根本的問題 未解決過 就算 回頭說 袁醫生所說 家的外星人解決了所有resources的問題 他有用不盡的能源 用不盡的水 用不盡的其他資源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算是去到這個地步 都未必是所有的慾望會解決 回頭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資源 和一百年前 我們的先輩 所擁有的資源 我相信現在都經驗 現在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是他們沒有辦法可以想像的 根本就是 你怎麼可能會擁有汽車 如果你說一百年前 那時只是慈禧太后 才有一部汽車 整個中國 現在我們連運也有 能源 水 每天都要去擔水 但我們現在扭開 水喉已經有水 可以對他們 可以對他們 對一百年前的人 我們現在生活 差不多 經驗等於用之不缺的資源 其實就是 但是我們 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不是 我自己覺得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紛爭 比他們那時候更加多 所以我覺得 那個根源就是 解決你內在的慾望 Exactly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算科技多發達 多進步 也好 這個 resources 是多 abundant 也好 始終 如果我們那個 即我們所說的 spirituality 我們的靈性 我們修圍還沒有去到那個 那個 level 的話 始終都是 解決不了那個煩惱 始終都是會有 有問題有issue 發生的 所以 有問題有issue 其實就是等於有好有壞 其實 當然我們常常說 好壞 是以我們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是屬於壞那幫人 你所做的壞事 其實是 他們會覺得是好事 認同 認同 即那個 那個適合與錯 不是純粹單面看 所以 即始終是有 多元化的話 始終會是有 我們所謂的好壞 嗯 我又叫一下外星人 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是說 我們的知識和科技 走到那個什麼位置 就好像一棵大樹 有大樹幹 跟著上面有一棵大榕樹 很多樹枝 樹幹 枝節的 他們說 我們那個科技 或者我們 再闊一點說 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knowledge information 我們是走去一條 樹幹仔 跟著再入一些 再細一點的枝 再入一些細一點的枝 我們一邊進去 一條很細 越來越細的枝 即是我們的科技 即是可以說 不斷轉進去 所以解決不了問題 他說 我們如果要解決現在的問題 如果完全靠自己 就要倒退 移回到大浸缸 然後到那條浸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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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太過物質主義 很多時候是從物質方面去想 而越發達的話 其實是create 越多的問題 我們超左腦教育 不會弄到超左腦的現實出來 純物質 所有想的事情都要 那我們走回一些比較幼老的教育 走回一些比較幼老的 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機構 互聯應該要 對 我也贊 這方面的看法 我一向都看 我們的物質的進步 和我們的文明 或者精神上的進步 是不同的 物質進步得太過快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駕馭到 其實我們的精神 文明上的進步 是追不上的 其實我們以前是自毀了幾次 如果不說You will hear 4 的話 就說古文明 外星人的信息都說 以前是有幾個沒有大陸 幾個阿特蘭提斯的 然後他們自己 厲害 就是按一個按鈕 自己弄到自己綠沉了 沉了之後變成大西洋 好 這樣我們 或者是休息幾分鐘 我們會繼續 我們今晚的講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摺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摺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摺地器的治療 摺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們很快回來 我們繼續今晚的講題 就是有關我們外星文明 和不同的星際的文明 如果大家有機會 在我們參考的資料裏面 我們都提及過 七子每星的人生物的情況 剛才我們都說 到底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接觸 歷史是多長呢 原來很多在中國的歷史上 都經常提及 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很可能 外星人是很早 很多年前 都是來過我們的地球人 或者可不可以 這方面 我們知不知道 七子每星 是否當時 我們中國古書裏面所說的 是否指同一類的外星的文明 其實他們來得比我們更早 其實有一部分 是做我們出來的 但這個就說到很遠 Custon 數了七子每星不同的名字 中英文數了 是呀 什麼名字 七子每星 昂叔星 英文 七子每星人叫Piladion Piladion Piladion 後來又叫Piladion Piladion Piladion 改了一點點 嗯 阿悟 不如 數到四五個名字 很多七子每星 在哪裏 其實聽開UFO 就會追 追你的節目 一定有可能聽過 不如你講一講 沒有講過 講一下七子每星人的生活 或者他們在星頭 是怎樣 跟我們有什麼不同的 七子每星人 天生 比我們地球人 和平一點 話說當年 七子每星人 都是在地球 不是很久以前 不知道幾多萬年 但是 兩班地球人 不知道為什麼要爭什麼 爭地盤 一班喜歡打仗 一班不喜歡打仗 不喜歡打仗和平一點 那班就不跟你打了 我走了 我們飛去七子每星 你們要救她 地球 所以 我們在地球 我們這班人 是好戰一點的 但是 亦都因爲這個原因 七子每星人 認為 我們地球 都是 底兄姊妹 底兄姊妹 他們覺得 道義上 有道義責任 要回來 是幫助我們 刮捨我們 所以 你看到很多個案 裏面 幫助地球人 最多的 或者是 contact 那些 接觸案裏面 最多的都是七子每星 講一下七子每星的生活 其實我們地球 留在地球這班 人家就讓了給你 那你就搞成這樣 那你不如看看 人家走了 那班 新移民去到那裏 搞到世界又如何 搞到 他們的系統 可能對我們有新的思維 新的目標 可能 OK 可能這樣行 是啊 兩兄弟爭食 弟弟讓了給你 然後你搞到一鍋譜 不如看看 弟弟自己搞成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沒有國家 一定是沒有國家分的 沒有國界的 他們整個星球 都會是有一個領袖 但那個領袖是怎麼選出來的 就不是 你跟我們說那種地球政治 今次我買你的票 你下次我買票 他們是因為大家是 那個 沒有東西可以躲起來的 每人差不多讀到大家的心 那個集體意識都很強 而且都很他心通 他那個超能力都很高 用很大的腦能量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騙到人 不會玩得那麼瘋狂的 自己玩不出 他們那個政治領袖 就是他們的 vibration最高 整個星球裡面 vibration最高的人 嗯 就是可以簡單地球術 而那個人是那個 修行 或者那個心性 是最高的人 那這個好像 一些宗教 可能那個 道行 德性最高 是啊 你說德性 對 這個很中立 是啊 可以這樣說 那 他們怎樣去 教育下一代呢 他們 只是 讀書 都讀三十幾年書 嗯 但是呢 如果他們來到地球 他IQ有多高呢 平均每一個外線人 可以說七十幾種地球的語言 但是當然他們不是我們那種 讀十二十年英文都沒有說到一句流利的社交說話那一種 他們真的有點像科幻片的 他是可以把學了的東西 是一個information 是inject到腦裡的 嗯 是這樣 就是看科幻片 是可以這樣學了很多東西回來的 嗯 還有他們認識的語言 是認識到呢 是直接拿到你這個家鄉台山話 他們可以把廣東話轉到少少少台山口音 去adjust到 你呢 是覺得好受諾這樣都可以 哦 就是靈隔峰專家 靈隔峰 是的 靈隔峰已經撿了 靈隔峰已經撿了 靈隔英文 講的靈隔英文 是靈隔英文 是 那 結婚嗎?生不生孩子? 怎樣照顧孩子? 他們是結婚的 都會的 不是叫結婚 就是走在一起 那兩個人 可以耍耗很久 嗯 但是呢 如果他們生不生孩子 就差不多不是只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哦 就是那個社會 那個社會是差不多是有個 有個say so的 就是如果你們 你們如果生了孩子 未必是他們全盤是爸爸媽媽照的 他們會有一些人是專職 是最fit 去bring up他們的下一代 那有一大部分時間 他們的孩子會被這些人去照的 那如果以我們地球人的思維 就很難接受過在這一方面 都不是 現在都是這樣的 被非容臭 被補習老師教 都不得意 都是 這個概念是對的 是個環境 就是個文化 或者 OK 阿門繼續 這個概念是對的 所以找補習老師 不知道要找些好的 哈哈 哈哈 OK 我想問 有沒有說到他們 平均有多少壽命 他們吃些什麼 他們都會吃肉 也會吃 有人吃素 但是他那個食 那個 diet 講起 diet 就是很健康的那一隻 差不多是吃很少肉的 大部分是吃蔬菜的 是 但是也有地球人 是被 送上菲利普送上外星 和他們一起吃餐 是 他們喝他的果汁 他們說是美味無比的 但是也都吃像地球人 有一碟的蔬果 但是全部東西是很好吃的 當然 超organic 那隻 說回他們怎樣聽音樂 他說在吃東西的時候 那些植物呢 會播一些很漂亮的音樂 那些植物是會跳舞的 這樣動的 你說植物會播音樂 是啊 播了音樂 那些植物會懂得聽音樂 這樣跳 會動的 我們幾年前 旺角有些花都會跳舞 但是那些是真的 哈哈 平均壽命呢 我們看Billy媽是否拍過 Semi Asse這個女外星人 其實她那個是銜頭 Semi是Half Semi的意思 她是一個修為 不要太宗教色彩的說話 就是修行 她們的知識已經去到一半的位 是Deserve一個Title 那她的爸爸就是這個Title 而她只是Semi 去到一半的 即是副學士 對 你可以叫她做副學士 哈哈 她的爸爸就是副學士 幾百年多 那些 可能她做些什麼 或者她那裡 居住環境 工作環境 大概怎麼說 那些他們說 像瑞士 就不會一個答案 她們沒有大城市 她通常的屋子都是在樹 在森林 在高空望外 你不覺得有人住 就好像瑞士 很香膠 很寧靜 很天然 即是所以她找Billy Maya 就沒有找其他人 可能去到那裡多 所以瑞士變成這樣 哦 OK 她們最長命 有些是可以過千歲 但我們聖經裡面 也有說有十千歲的阿巴拉罕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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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遲些過百歲 過千歲 過千歲 都不是說 真的不可能的事 但是 我就讀經濟 所以其實我比較有興趣就是 經濟這方面 究竟她們怎樣分配資源呢 她們需要不需要工作呢 她們需要不需要生產 需要不需要上班的呢 其實是 她們一個星期 或者每天是三四個小時 但是這個差不多都是 她們不是叫work 不是叫job 她們叫community service 社區服務 這叫什麼 社區服務 如果有人判守行為 我們地下人叫我們什麼 社會服務令 社會服務 但是她們是自願的 自願的 自願的就是會服務令 是的 就是說 你可以是不工作的 如果你不想 你可以的 但是她的資源 她的資源是多的 多到不需要去爭 有多到很多 其實我們這個資源也很多 我始終解決不了我自己 最深層的哲學性的問題 就是說 就算資源是無盡也好 都是未必滿足我們的想法 就是 始終 我讀了這麼多年經濟 來來去 她們都是 你很密切地想法 和資源 你很密切地想法 你這麼密切地想法 不關人家 我很認同阿溫說 因為這個答案而想 比如 剛才說 她們是靈性已經很成長了 她們只是拿到最少自己所需的東西 那麼 那個地方 就算那個物質是很短缺的話 其實都可能是夠的 因為 比如你說那個經濟理論 我們是 以一個人類的角度 我們人類的一個很多的缺陷 一些私心去想這個 但是 可能 以外星人的話 她們可能已經解決了這個私心 或者 比我們好一點 不是說完全解決了 但是可能 那個星球資源 都夠分配的 我覺得 OK 其實 又反過來 以我們現在來計 如果 我們人類 肯平均 分配我們所有人 所擁有的資源 都夠的 其實個個都可以 非常非常之 是的 但問題在 不要說美國 或者其他地方 90%的資源 都是比10%的人 所擁有 所以 才是有貧富不關 或者這個問題 那 是否在外星人的層面 是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解決了很久 就是 主要都是在 靈性上 就是 你要記住 他們那個 意識那個架構 跟我們很不同 當你用到 接近 9%的腦能量 你根本就 那個意識 跟我們現在那個 是很不同 他們很自然 就會很spiritual 嗯 很感覺到天地 那個脈動 它是不斷感覺著這東西 這樣存在 但我經常思維被這麼想 就是 譬如我去幻想那個 所謂的靈性成長 我覺得可能 是 當它一個 有修行的高增 這樣 那我覺得 如果它 進化到一個地步 譬如 你會看到 什麼宗教都好 如果 很有道行 那些 他們對於物慾 這些東西 全部已經是 很 不需要 放在身上 他們可以很簡單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 我看回 就算以現在的地球為例 我也覺得 某幾個地方 或者某幾個國家 北歐的幾個國家 始終 是 他們 平均來說 家裏 的 國民的生活水平 都是好的 嗯 因為 就是 相信 在文化方面 他們沒有這樣 著重個人主義 成功失敗 都沒有這樣著重 這個 物質的發展 他們的社會制度 都是比較完善 即是說 就算你是 不幸 失業的 或者是 殘廢的 或者是 有 沒有辦法 讀書的 有 學習困難症 各方面的事情 都會有 這個政府的 支持 讓他們過了一定的生活水平 這方面 就是 看來 人類其實 都可以 是 可以阻止的 我們是 去不去做 這意思 所以 就是 我一直 所說的 大家都好像覺得 我是很悲觀 或者是很 很 很 來看 人類的發展 但是 再回頭 我都不是說 真是 這麼悲觀 或者是 這麼 負面的 我亦都覺得 是 我亦都希望 人類真的可以 去到家 正如剛才阿門所說的 你剛才提起 高僧意識的境界 就令我想起 他們究竟有沒有宗教的問題 嗯 他就這樣回答 他說我們沒有religion 但是我們有一個science of spirituality 靈性的學問 這個就令我又想起 中國人的 那些 佛學 道學 越語道佛 那些 是 是 那就是 就是一個哲學的 學問 這樣去看 就不是一個宗教 但是他們亦都說 他們久不久 他們很容易會去到一個冥想的狀態 他們每天都會用 比我們多很多的時間 我不記得是多少 是會去做冥想 哦 但是它是一個很自然的狀態 他很容易就去到那個位 那 我多次都覺得 人類的靈性的追求 不論是一個宗教的形式也好 其實都 那麼多年來都會有 但是你看看又好像去不到什麼地方 我們這裡的結構去不到 我覺得有另外的觀點去看 可以簡化一點 可能是更加可行的 譬如剛才有阿門仔說 七姊妹星人在地球 很多人以前已經存在 但他離開了地球 那就是說 剩下的地球人 應該的科技一定很高深 要不然他怎麼可以這樣飛去另外星座 但是現在你說的地球人 是一個很落後的地球人 其實算是幾萬年前 或者你說曾經毀滅過的 現在重新來過一批 這是另一種看法 其實你看一下 就算在現在的荷里活的影片裡面 都看到 地球的問題 其實地球可能是經歷過一個外星 或者一個地球的撞擊的地球 這個可能在歷史上已經很多資料是證實的 就算我們現在說我們的地球暖化的問題 也有些人已經推翻了這個人為的因素 只不過是我們太陽系裡面的黑點的星座 導致我們地球的溫度的升降 我始終覺得 如果大家有機會 聽我們過去一直討論的節目 我亦都講過有一系列的資料 其中有一本書叫做《The Last Hour of Ancient Sunlight》 《古老陽光的末日》 它說其實很多人類的文化 那個興衰都很視乎我們那個資源 那個來源有沒有足不足夠 很多古文明的消殺 都是因為我們能源的缺乏關係 我問多個問題 我覺得一上來 我一定要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最新的UFO資訊呢? 阿滿還是Raymond回答呢? 我相信在UFO界最新的消息 英國政府最近公開了一部份UFO的資訊 那時候也不太久 我相信是一個多月 對我來說最感興趣的 就是關於麥田圈 應該是我自己研究的課題 其中有一個個案 其實就是有個女人是被外星人的家 帶上她的飛碟 也跟她說 就是地球所出現的麥田圈 就是她們所創造出來的 這是第一次可以說是有一個case document 當然我們無從證實 這個女人所說的 是否一定是真的 這始終是她們的口述 但起碼就是有一個個案 而其中有人說出來 就是這個外星人親自跟她說 這個問題是外星人所做的 當然其實 就是以我自己的研究 那麼多年 我也都覺得這個是最可以接受的答案 因為其實有很多種答案 是try to去解釋 這個麥田圈怎樣形成 始終都真的沒有辦法可以自言其說 而最後 比較可以接受的答案 都真的是外星人 create出來的 那麼以你這樣說 其實她現在poll的那些檔案 就是不止說目擊UFO 即是連接觸個案都有放出來的 是 這個英國那些UFO 即是公開的UFO檔案 其實有很多很多Cases OK 這個我剛剛所說的 是其中的一個Case 因為我自己是研究這個課題 所以都是比較有興趣的 其實我為什麼這麼關注 這個所謂外星文化 外星科 然後外星科技 其實它最主要都是 即是跟我們的地球 現時所出現的問題 是有好切身的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 這個地球的資源 可以這麼說 是會足夠養護我們的地球所有的人 但我們在說的是 即是可以不用餓 是吧 而事實上 地球上真真正正享受 我們剛才所說的 譬如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其實不是很多的 大概真的只有10% 而地球上也有很多人 生活在一個很悲慘的生活狀態 所以你說 如果只是把地球的資源平均分配 其實我想都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過去也提過幾輯 在外國最近有很多方面的資料 其中包括 Ziegeist Addendum 和Ziegeist Movement 的分析 最近發展到的Venus Project 其實說 我們的地球的 所謂地球的文明 地球人的生活質素之改善 不是因為什麼政治的制度 不是什麼社會的福利 主要是我們科技的發展 我們在說這個科技 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貓貓緊救的科技 為了我們全球人 我們在說這個科技 是遠超越角 比我們能源的使用 無窮盡的話 整個地球的現象會改變 我們前幾輯都說過 為何我們經濟方面 有這樣的波動 每七年半 就有這樣的大的波動 而我們大家都問自己 大家的生活方法 飲食方法 消費方法 從來沒有怎樣變 而地球上 沒有什麼大的災難 可以解釋這些經濟的波動 我們最後分析 背後根本是有人控制的 怎樣控制呢 我們也和大家聊過 就是我們貨幣的基礎來源 是令到有些人 可以印銀子 收銀子 是製造經濟的輕衰的 其實我們很多人看到的現象 其實不是說 那麼難了解 那麼難解釋 而我們最後 我們可以想到一個答案 好像那個 SIGA Sardentum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 免費的能源出現的時候 我們地球人 可以說 每天工作兩小時 是足夠我們所有的需要 而很多地球人的 文明的人的問題 那些罪惡 私心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我們生活 在這個環境 這個制度之下 是驅使出來的 而不是因為 我們的人性 是質量那麼差的 那麼好了 在這個片段裡面的分析 我們根本目前的科技 是已經足夠 是比我們地球的 所謂能源的使用 是無控尽地使用 那麼 如果我們再 將來 我們再跟他分享 我們地球上 有很多很多的 好的方法 例如醫病的方法 處理癌腺的方法 其實一直都出現過 我們在地球上 即散播免費能源 在Tesla 在三年代 已經做到了 如果我們想像中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 這些資料 是沒有被人抑制的 而我們有機會享受 其實整個地球的 景象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外星人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呢 其實很明顯 另外再強調 外星人之所以能夠 去到這麼高的 靈性層面 他們的科技 一定是幫得到很多 一定是帶動得到的 所以 如果我們在 外星人 對地球人的衝擊 從而了解到 其實地球上 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 科技方面 是未去到某個境界 是令到我們 各個人都可以 封衣足食 是不需要你真我勇 如果這個情況 是真的可以出現得到 其實不是那麼難想像 如果有機會 是想回我們 我們以前所提及的 Siegeist Addendum 和Venus Project 其實它的景象 已經永遠都很清晰 我覺得其實 我們已經是 可以掌握得到的 在我們近代 在我們地球上出現的科技 用水來行車 不斷地用一個不需要的電網站 來輸送的能源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些工具 還有癌症這個問題 今時今日的所謂癌症問題 每2.3個男性有一個有癌症 每2.8個女性有一個有癌症 而我們醫癌的工具 是三年代 Dr.Raymond Wright的儀器 根本是閉上眼睛 沒有哪個癌症不好 即是如果你想像 如果我們這些工具 這些科技 是繼續能夠保持到 或者能夠發掘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地球人的 整個景象 是可以很不同很不同 所以我始終覺得 為什麼我們那麼多人 都希望由那個 那麼仰望 即是所謂外星的文明 其實最後最後 都是因為我們地球人的 所遇到的那些問題 我們始終覺得很難解決 那Saga Sedentum 和Venus Project裡面 都很強調 其實很多人類的 進展程度 是很視乎我們的科技 當然我們的科技 沒有配合我們的靈性 可能都行不通 好了 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先要和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